我今天主要讲三个内容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内容 然后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目前就是常用的 主要运用的 主要是有哪几种 然后第二块就是 一些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什么叫Examble Pruning 它的概念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整理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Examble Pruning的方法 也就是 但这些方法都是相当比较老 但是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方法 然后而且从中也 就是从中挑几个 我最近在看的几个方法 然后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然后首先是 就是我们通常用到的Examble的模型 就是上周也说过 主要用的是两种 第一种是Bagging 然后第二种是Boosting Bagging它其实相当于是 是一种就是parallel的方法 然后就是若学习其之间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若学习其之间 其实相当于是单独训练的 它们之间其实没有 很强的必然联系 但是第二种是Boosting Boosting的话 它的若学习其就是 后面一个若学习其的 它的学习其是基于前一个 若学习其的这个学习来的 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个 串行的过程 然后今天说的一些Examble Pruning的方法 Dray就是针对这两种 这两种模型来就是来开展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 就是Examble Pruning最基本的概念 它其实它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们给出一些训练好的若学习其 然后我们有选择性的 就是选择一些相对于 就是相对于性能较好的一些 若学习其 然后把它们组合在一块 就是它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 就是它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称呼 就是叫Examble Selection 就是Pruning跟Selection 这两个词都是可以 就是同时表示同一个意思 然后这也是在周志华老师 那本书里面会提到的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两张示意图 最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目前有三个若学习器 但其中我们发现 第二个若学习器是性能不好的 然后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我们刚开始 就是我们不处理它 就给它保留在那个模型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Error 然后第二种方式 就是Pruning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 我们在算Error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考虑HR 就相当于是说 我们把第二个 就是学的不好的 这种学习器给删掉 然后只是考虑第一个跟第三个 但是这样的 这样算下来 这样算下来就是 Pruning之后的Error 就是未必会比 Initial的Error要 就是要大 就是说 不是说所有的若学习器 在一个Example里面都有用 就是我们可以有选择性的选择 对我们有用的 弱学习器 然后 现在我大概列了一下 就是目前主要的一些 Example Pruning的方法 这个主要是参考 就是华老师那本书 它把Pruning的方法 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Ordring-based 然后第二种是Cluster-based 第三种就是Optimization-based Ordring-based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 我给定一些 我训练好的based learner 然后对这些based learner 进行一个排序 就是说我把好的排在前 然后弱的排在后面 然后Classroom-based 其实是运用一些 就是运用具类的思路 然后把就是把弱学习器 进行一些分类 然后我可以就是有选择性的 就是保留就是某一种 类型的一组弱学习器 然后Optimization-based Pruning 其实是把我选择弱学习器 这个过程 然后给它 给它就是转化为 优化问题 就是数学中的优化问题 然后求解 就是求最优解 主要是这三种 然后今天主要是 首先是 首先是 就是看一下Ordring-based Pruning 然后这里是根据 之前看的一篇 ICML的一篇论文 还有加上 加上那个 周志华老师那本书 整理下来了 主要是有十种 但是在周志华老师 那本书里面 就是Method 1和2 它没有写进去 但这两种方法 恰恰又是 恰恰又是 一个人提出来的 所以我暂时 就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 主要是 Early Stopping KL Divergence Kappa Pruning Kappa Error Convex Hot Pruning 还有Reduce Error Pruning 主要是这五种 然后今天主要是 讲的方法也只是这五种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五个方法 就是 其他的五个方法 然后这五个方法 其实我没有 就是 我是看了 但是 因为我不是 我理解的没有很透彻 所以 今天就暂时没有讲这几个 然后 我们首先来看 你看一下 Early Stopping的方法 Early Stopping 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相当于是说 我 我在 我 我选择一些 就是我在选 弱学习器的时候 我发现 就是一旦我发现 某个弱学习器不好 那么我就停止了 这个选择的这个过程 然后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 Example 第一张图 然后如果是放在那个 这篇文章是 讲那个Early Stopping 如果是放在Early Stopping 里面 它会 就是 也就是像上周说的一样 我们会根据 每一次学习的过程 然后来给 下面一个 弱学习器 设一个权重 然后用这个权重来保证 它的 它的一个performance 但是这种方法 就是这种Early Stopping的方法 它有一个缺陷 就是它很容易会造成 就是过拟合 因为它每一步都想 要找到一个最好的 但是这个最好的 就是并不一定会适合 就是放在整体里面 就是它并不一定 优势最优的 就是Early Stopping 然后 第二个 第二个是 KL Divergence Pruning 然后这个方法 它是基于 它的目的是 为了要 就是为了要 让 就是 让那个Classifier 就是 更加的多样性 就是 To Find the Diverse Classifiers 所以它用 它 因为在我们 在建学习器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Classifier 都需要 都会 都会有 就是通过采样 然后在 在它的 就是它自己的这个 训练级上 然后来构建成 那么 它 它就是根据 成对的 它任意选取 选取两个Classifier 然后 计算这两个Classifier 它 所训练的 这个 Training Data的 一个 就是 概率分布的 一个距离 然后它用这个Divergence 然后来衡量 这个距离大小 就是它的目的是 让最后 就是所有的Base Learner的 就是所有成对的 就是Base Learner的 这个Divergence 加起来是最大的 然后 这也是它自己 就是 这也是一种 让 让学习器的 就是多样性 多样性更好的一种方式 但这个方法 在这个论文里面 它的实验效果 并不是很好 然后 第三种方法是 Kappa Pruning 同样就是跟那个 Kr Divergence一样 就是 Kappa Pruning也是 目的要 就是要长到 Diverse Classifiers 因为 但是它这里提出了 就是提出了 就是Kappa统计量 然后用Kappa统计量 来 来判断两个 就是任意的 成对的 两个Base Learner 它的这个 Diverse程度 就是说 Kappa 就是最后计算出来的 Kappa统计量 等于1 那么两个Classifier 就是 Totally Agree 就是相似的 近似的 然后如果等于0 那么就是两个Classifier 就是 Agrade by Chance 就是 他们俩存在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情况下 但是也有 小于0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很小 很少 然后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大家可以看 这个Example 我用Hi Hj分别 分别代表两个Base Learner 然后 这是Base Learner 它所欲 就是正1跟负1 是Base Learner 所欲持出来的标签 然后A B C D 是代表 两个Base Learner的标签 一致的样本的个数 就A加B加C加D 等于M M是总的样本的数量 然后 我们可以首先算算Cta1 然后Cta1就是A加D A加D是 其实它的对角线 但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当 就是样本不均衡的时候 特别是二分类情况下 如果样本不均衡 然后某一个 某一个类 很多 那么可能会造成Cta1 特别大 然后会发生偏差 然后它就是 做着 做着从中又提出了 Cta2来修正Cta1 然后就是说 其实相当于是 把 就是分别 两种 就是两种 就是 两种概率的形式 然后 然后来 来计算Cta2 然后最后 就是 然后最后计算 就是Cta2 就是Cta2 然后这个Cta2 这量其实 就是 就之前我们所说的 就是 通过 通过判断 它的大小 然后来判断 两个 Bestun的 它是否是 是否 是否 是否类似 就是 是否有 存在多样性 就是如果 我们会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排序当中 我们会选择 就是 Diverse 越大的 Bestun的 排在前面 然后Diverse 越小的 排在后面 然后第四种方法 是 Cupon-Era Convex 和 Pruning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它跟 其实在 之前两种 之前三种方法 不同的一点 就是 它同时考虑到了 模型的准确性 跟Diversity 就是 就是在 Example模型当中 就是往往 模型的性能 跟它自己的 跟它的 Week Learner的 这个Diversity 其实是一个 Trade-off的关系 就是 它在考虑两个东西 就这两个指标 它是怎么来平衡它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作者 他提出了 Cupon-Era 就是把这两个 就考虑 同时考虑这两个因素 然后把它 化成 化成 Diagram的形式 然后就是 下面我们看到的 Figure 就我们可以看到 横坐标 我们可以 就 在这个图形里面 里面的点 是代表一个 Base Learner 然后 横坐标是 就是成对的 不对啊 应该是一对 Base Learner 然后 Cupon-Era 应该是 就是 Cupon-Era Cupon-Era 统计量 就是代表 这一对 Week Learner 它的 就是 Cupon-Era 是多少 然后 纵坐标是 Era 就是我们可以 发现 Cupon-Era 统计量 越高 就是说 当两个模型 越相似 的时候 等一下 对 然后 当两个模型 越相似的时候 它的 Era 越低 当两个模型 就是 Cupon-Era 统计量 越低 当两个模型 越来越 不一样的时候 就Diversity 越强的时候 反而它的 Era 又增加了 就是 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在选择 Base Learner的时候 那你大概就只能是说 我们不能选择特别 就是两种极端的形式 肯定是不能考虑的 但是 只能 粗略地选择中间的 就是中间就是 当 Cupon-Era 统计量 跟Era 形成一个 平衡 就两个 我要怎么 我要怎么说呢 就这两个 也不是特别高 也不是特别低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考虑 这个Base Learner 然后 这个图形同时也反映出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 左边这张图 是Eda Boost的 然后 右边这张图 是Bagging的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也可以发现一个原因 就是Eda Boost 它为什么 性能那么好 就是 其实 也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它模型的 就是它的 Wake Learner的 Diversity 远远是要比 这个 Bagging要强的 但这个方法 有一个缺陷就是 我可能生成 一大堆 Classifier 但是 我 我并不知道 就是 就是 比如说 我生成了 100个Classifier 但是我想选 50个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这100个当中 有没有50个符合条件 就是说我不确定 我需要多少Classifier 来选择 然后最后一种方法是 Reduce Ever Pruning With Backfitting 这种方法 这个方法 它是采用了一种 就是贪心的搜索策略 它其实是 它会把那个模型的 这个训练集 然后分成一个 Training Set 然后再 还有一个 Pruning Set 然后当这个 当一系列的 Wake Learner 训练好了之后 然后可以把它放到 Pruning Set上 做测试 做完测试之后 然后我们 从中选 就是 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例子 就假设我们训练好了 从H1到H5 各个Wake Learner 然后我们从中 选择H1 H2 我们假设H1 H2 在这个Pruning Set上 它的Error是最低的 然后 我们 然后我们有 我们第二步 又重新选择H5 假设H1 H2 H5 三个Wake Learner的组合 是在Pruning Set上 误差最低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固定H2和H5 然后我们 然后 从 剩下的 就是H3 H4 然后来找 就假设说 我们找到了 H4和H25 两个组合的时候 它们的误差是最低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把H1给替换掉 就是循环往复 循环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 就是 这个方法在 最后的实验结果是 相对较好的 但是 它有个缺陷就是 它很浪费时间 就是我要不停不停地 循环往复的 Back-Betting 不停地找 大概就是这几种方法 然后后面是 Glassary Based Pruning 这个 Classary Based Pruning 主要是 通过剧类的方式 然后 把 Based Learner 分成 就是分成若干 若干的组 然后找到它的 Prototype 就是圆形 然后选择 就是一些 选择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Based Learner 但是 这三种方法 就是 它的 思想是一样的 但只是说它用的剧类 它用的剧类的方式 不一样 就是三种剧类的方法 但是 Classary Based Pruning 最近 我不是很确定 就是 但是我最近 没有找 就是最 就是 近几年的论文 就是很少 然后 最后 最后一种方法是 方式 方法是 Optimization Based Pruning 这个 这个是 把 模型选择的问题 然后把它转化成 优化问题 就是 第一种方法 是基于 启发式的优化 这个方法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周志华老师 他自己提出来了 一个基于 遗传算法 然后后来进行 模型选择 他主要是通过 就是 通过那个遗传算子 然后来求那个 求权重 就是看哪个模型 它到底 适不适合 就是 就是Base Learning 它到底适不适合 要选 选进 就是 选进 选进 就是 我怎么说 Base Learning 它到底适不适合 就是 选过来 放到 Ethanberg里面 然后第二种是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的 就是 它是基于 就是Math的1 然后衍生出来的 因为 就是它虽然 这种方法 虽然是一种优化的方法 但是 它缺乏理论支持 但第二种方式 就是 Mathematical 这种方式不一样 就是它可以 就像我们平常 在看论文里面 所看到的 比如说 它可以用 L1Nome 正责化的方式 然后来进行一个 模型的优化 确定 我在这个模型里面 我到底需要 保留哪些 Wake Learner 然后最后一种 就是 用概率的方式来实现 大概 今天 大概就是 讲这些 主要就是 谢谢 你是紧张吗 这样就紧张吗 那让你拿英文 怎么讲 英文我就不讲了 这Bloin的那个 到底就是 selection 就是怎么去 select 那个 Face Learner 那它是哪个里面选的 它的那个 Face Learner 那个 那个 叫什么呀 池子是怎么 可能确定的 它一开始 就会渲染好 一堆模型 就是 就会渲染 就会渲染好 对 然后 然后我想知道 就是因为你这里 不是说了 那个Booting和Bagging吗 那么Booting和Bagging 在Crooning上面 它是有 一定是有区别的吗 还是说 其实Crooning 对于这两种 我来说 都是没有区别的 它们都 用的是 差不多同样的 就是 没有 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就是我在 看这些方法的时候 就是有的方法 就是有的方法 有的方法是 在Ada Boost上 做的实验 然后有的方法 是在Bagging 然后有的方法 两种方法 就是两种 Booting和Bagging 它两种都做了实验 然后这个Crooning的话 因为你跟我说 就是因为如果说 它的这个Face Learner 一开始就是 已经这个池子 是已经确定好了 然后是怎么确定的 其实 就随意 就是根据你 你想怎么迭代 你想怎么学 就怎么学 对 然后你这里面 比如说像什么 Early Stopping 就是有这么多 的方法 对不对 假如说 我现在就是Early Stopping 如果是Early Stopping 然后我有一个 布式品方法 还有一个Bagging方法 他们的这个Bagging 如果我用Bagging和Booting 这两种 Examble的方式 那么对于这两种 Examble的方式 它Crooning的结果 会都是选择 那个H3 就是都是把H3 Crooning掉 还是说 我的那个结果 也会根据我Bagging 或者是Crooning 就是我的Examble 的方式的组成 它的结果也会 因为其实在你Early Stopping 这一块 你左边这个例子 其实是更适用于Bagging 对 我就想 相当于是两个 举个例子 因为Bagging 它其实模型 是相对独立的 但是Boothing 这个文章里面 它是用Early Stopping 做的 然后 但是它所说的 就是在Early Stopping 里面 其实是调权重 就是还是社会 就不定在Bagging 不许多 多少会有区别的 社会有区别 但是没有一个 就是具体的区别 只是就是Case by Case 区别是吗 我要怎么说呢 就是我 Case by Case 就是因为你这里 比如说像Bagging的话 它就是H3 就Stop 但是在Early Stopping 这儿的话 它H3只是调了那个 就是这个地方 它需要Pruing 它只是调了H3的群众 那么 我就想问 那假如说在KL Divergence Pruing 它们都属于 Otherin-based Pruing 对吧 Otherin的话 就是我选最前面的 这一个 那么是不是 就是如果我用这个Method 2 KL Divergence Pruing的话 在Bagging和Boosting上它的区别也是一个Stop的条件 这个 等一下 等一下 它 等一下 我这个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仔细地想过 这个 就是 就是它 文章里面 它是在Adaboost里面算的 就是因为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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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计算 就是 传队的 所有的模型的 就是所有的Waype Learner 它的KL Divergence 然后里面取最大的 就是 它其实 计算量很大 然后它 其实在Adaboost里面 它用了 它就用了一个 Grading的方式 就是 就是 怎么说 就是我迭代一次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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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找一次 是这样 但是在Bagging里面 这个 这个它还没有 就是 我也不知道Bagging里面是什么样的 就是KL Divergence 我想问 就是像周周华老师那本书里面 他讲的书里面的时候 他有分类 他分的类就是 我大概 就是 就是 就是三个吧 对 就是三种 对 就是三种 大概就这三种 然后后面的 就是我 就周周华老师那本书里面 他提到的 然后我列出来 但这些方法 它多都是 10年以前的 你不是说还 你还参考了一个论文 有论文是 专门 就是所谓的论文 还是说 只是一个具体的 是一篇 是一篇 是一篇会论文 就是他提出的 就是在 Ella Booster上面做的 五种 图一篇会论文 但他就 但他就是 周周华老师那本书里面 他引了三个 他的方法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说 他这本书以后 还有没有人 就是慢慢再去 满意 或者有一个历程 比较考虑 它是五六吧 近期的 比较到 18年的 或者19年的 tuning的这些方法 在整个再重新 梳理一件 我记得 那没事 因为我就是想问 你参考那篇 是一个 是一篇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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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Case 然后他里面的五个方 都是这个作者提出来的 然后他这个提的很早 就是 就是最早提 Brunding的 就是这个人 是哪个 啊就是 他上了 每篇 对对对 就SML这篇文章 就是这篇 就这篇 下面这篇 还有就是 前两个我可以 在Betting和Brucing上 我可能 比较还比较合理 最后一个就是 就是第一张 那就是第五页 那个 三个分类 最后一个 你不是说 就是把它转化成 一个优化的 那优化的话 它不是也是去调整权重吗 对吧 你就是这个地方也是学习权重 然后对于你的Brucing来说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权重 对吧 因为都是去优化这个权重 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 比如说 就我的事就是说 那我能不能就直接去优化 它那个Ada Boost的那个权重 而不是说去优化 Betting和Brucing的权重 Ada Boost的权重是根据它的Loss Function来算的 就是在那个 我对这个Optimization的优化方法不是很熟 但是我中间看到一个就是L in Norm Realization的 它其实就是用那个经验误差 然后来 其实是把它就是相当于是把它写成Bund的形式 然后后面加一个正的画像 那它这个Optimization 它OptimizeLoss 然后你是怎么用你Optimize之后 那个Loss去做Cruiting 你怎么选 假如我就现在这个Loss我优化完了 我优化完 那结果我如何去做Cruiting 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后面没有看得很懂 就是我也就是我不确定我也不敢讲 就是 因为它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嘛 它说 as an optimization power which is a client in the template 嗯 它就是说我去选一个最优的主题 就是我其实挑选出来的那嘛 挑选的EDB就在这嘛 嗯 那么挑出来的EDB就在那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因为它挑出来的Op就是 就是它挑出来那个Learner的就是Rank吧 就是别的Learner要高 它可以定到就是我认为它的结果 就是类似于第一个Othering Base 嗯 如果它的Rank 它的Oder是由这个Optimization 这个过程得到的 应该可以这样吧 应该你看看 就是这个Rank你看看 你这样一写的嘛 它是Aims to Find the Subset of Individual Learners 假如我们的设计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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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然后就从里面筛选出来两个 对吧 这两个就能够让那个 你说的Loss 最小或者最大 应该最小的 对吧 但是它不一定是Other的 这两个没有Other 嗯 但是你想想这两个和其他三个 没有选的那三个 其实就相当于我用了这个优化算法把这两个挑出来了嘛 嗯 这两个Other其实 你从你一起去看这两个的时候 你有这个优化算法就相当于你用这个优化算法把这两个的Other强行给它提升了嘛 因为你认为它是更优的嘛 嗯 所以我就相当于其实是剪出来两个嘛 嗯 那么那剪出来两个就可以 就是它剪出来这两个去做那个pruning的结果 不就是和那个Insemble Pruning 那个Othering Based Pruning是一样的吗 它不是也是剪出来 Other的Individual在那嘛 嗯 就是因为你下面在Bagging那块的时候 你不是H3就stop了嘛 假如说你就是H1H2H2H5 但是你H3就stop了嘛 那我这个时候 如果我有一个Otherization Pruning的方法 然后我也可以把那个H1和H2 选出来它就是最优的 那它其实也是在H3那时候不stop的 嗯 照来结果上它俩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Othering Based Pruning 就是前两个Othering Based和Clustering Based 让我分别带到那个Bagging和Boosting的场景 我觉得我是都能想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理 但是那个Optimization Based Pruning 带到Bagging的话 我会觉得有一点像那个Othering Based Pruning 但是如果我把它再带到那个就是 Other Boost 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权重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个疑问 因为那个地方是权重 然后你的那个优化算法 其实你最后去优化的也是一套权重 哦对 在Adaptop是 是同一权重 不是同一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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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就直接用一个Optimization的方法 直接去找那个最优的Adaptop的权重 而不是还要相当于找一下再找两步的 对 所以就是最后一个它在Boosting上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所以这就是我最开始的一个问题 就是Boosting和Bagging 它在Pruning上面 会不会是 就是有没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就是哪些地方 就是哪些地方 Pruning的操作上一定是地方 就是因为你先讲了Bagging和Adaptop 或者Boosting 你先讲了Bagging和Boosting 然后又讲了Pruning 那么是Pruning对于 它要细分为Bagging Pruning和Boosting Pruning 还是说对于Bagging和Boosting 它都可以用 都可以share同一种Pruning的意思 适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还是都是材料的 嗯嗯 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没有一个更好的准备出来的话 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除非是我们在找到以前它专门就是 可对了Pruning这个问题 然后才把这个讲清楚 嗯 所以我就问他 他可能是很累还是一个 OK 然后那个你到那个有一张 就是卡块Error diagram的那一张 对这张 然后这张你说 你说所以Adaptopboosting的那个结果 是要比Bagging的结果要好 因为它diversity要更高 是吗 嗯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 嗯 从Bagging 就是boosting提出来以后 Adaptopboost它的 就是性能 性能有所提升嘛 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那个 呃 就是 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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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性能一定会好过Bagging 但是 嗯 你问这个可方面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你是不查的 iPhone的支持吗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嗯 因为 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 一万 一万 因为你最开始一张图啊 嗯 就是那个 H1 H2 H3 这张吗 再往前 没有了 再往前没有了 那就是这张下边的人 对 因为你看 这个地方 Proning的一个 Basic Concept Proning Proning also called Selection 其实你这个地方 是需要把那个 Pool Pool的那个H2 给摘掉了 你是想留那个 H1和H3 对吧 这是我Proning的目的 对吧 所以说Proning 其实它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降低了Diversity 嗯 不 假如说 H1 H2 H3 它是三个不一样的 嗯 对吧 嗯 那么 我有H2 的Example 的方法 它的Diversity 应该是要比只有 H1 H3 的Diversity 是要高的 但是我的Proning 这里做的 其实是降低了 这个Example的Diversity 对吗 我觉得这个 嗯 怎么说呢 那要看你想保留几个 维克兰的 就比如说 我有三个维克兰的 我只想保留两个 那你去掉 你去掉 你去掉一个 就不存在那个Diversity 降低了 它其实相当于是 我有一堆维克兰的 然后我选 知道我选到 我达到我 选那个数量的上限 为止 嗯 我有一堆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只是把 就是 如果按照之前原讲的话 其实我们上次的朋友 在了 应该某需要 需要 充分的Diversity 来保证 它就有一定的方法 能力 但是Diversity 跟那个Accuracy 是两个 是一个Trade-off Diversity 和什么是做Trade-off Accuracy是一个Trade-off 我觉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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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论文里面就是这么说的 我反正不是 Diversity 就是 Diversity 越高 Accuracy 越低 就是 你看 后面这一双 对 等一下 这双图大概就是反应的 是这个样子 你看它 是 是 是吗 我也觉得是更好 为啥呀 如果是的 如果是Trade-off 为什么 首先这个Trade-off 你这里说的Trade-off 是说 Diversity 越高 Accuracy 越低 就是在Diversity 超过了一样的界限 以后它越高 然后Accuracy 会越低 他说那Trade-off 后面有加Condition 是吗 比如说当Diversity 超过了什么样的限制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说Condition 他没有说Condition 我一直说我也找不到 之后去 再去看吧 不是我这篇课数了吗 嗯 我先问两个 准备普及一点的 我以为别人没有问题呢 你们直接就进入这个 不要吃心 好吗 我先问两个 因为我在那个看Condition 的时候它里面也有 虽然说是那个可能是 不太 不太一样维路的东西啊 但是我就是也想知道这个 对于Ossimbo的这个Proning 是不是有那个 你刚刚提到的 这里面几个Proning的techniques 都是在Train的以后的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在Train之前呢 就有一个像Pre-Proning 这样的技术有吗 我好像之前有扫描过 但是我没有仔细看 但是我现在整个大部分 都是Train以后的 Train以后 就是说我在Train之前 我就通过设置一些参数 Parameters或者设置一些Threshold 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 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对某一个Baseliner 或者对某些Baseliner 我到底是用还是不用 就是这种思想还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有 你看Adaboose的话就是这样的 不是我是说正确Proning 这个来说的 Proning的 我没有看到过这个 okok 第二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 因为Proning的话它里面 就是 我在Proning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是有 无论是怎么样计算 比如说我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结果 它是一定是依据于某一个度量的标准 得到一个结果的 就是说我 你刚才提到了Diversity 还有没有别的 因为LA还提到了Error 就是 这个Proning它所依据的度量标准都是哪些 就是我根据什么度量来算出一个什么什么结果 说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差哪一个更高哪一个更低 比如说Error我肯定是选择那个 它能够把Error降到最低的那个 是最好的 就是这个度量标准都有哪些 你能不能够介绍一下 度量标准 它因为它不同的技术可能使用的度量是不一样的 还是说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方法肯定度量标准不一样 对 你能介绍一下吗 我怎么说呢 主要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因为我现在就是仔细看就是几个方法 就是Error跟那个Diversity这样 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它的权重 那Error的话就很好理解 就是他们把Error降到最低的 那肯定是那个Proning的技术是最好的 那种方式是最好的 那Diversity呢 就是我把Diversity Diversity是越高 对我的学习效果越好还是 不是 Diversity越高并不一定学习效果好的 那它是怎样的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就是你看它的那个 你看卡帕统计量它越小 它模型的Diversity越高是吧 对 但是反而就是你模型的Diversity一上去了 就是Error rate就是跟着也上去了 那我的目的是 那你 就我的目的就是我既要 这个技术是我卡帕越高的话 我的目的就是我只选中间这一些 因为我想保证这个模型的犯化是最好的 所以 我既要保证它的Diversity 然后我要保证它的就是 Accuse也不要太低 对 所以我就这个 就比如说以这个为例 就是我比较迷惑 那就是我到底是什么度量 作为标准来作为我选择的标准呢 就这个是 是选择中间的 中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它这个文章里面有没有就是给定具体的要选 就是只是说你想选多少 就是这样 就是我想知道什么什么好什么不好 你知道 你这个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嗯 Diversity和Prinning 不可能是一个度量的标准 为什么 Diversity是试试模型的一个多样性吗 对 如果我们单纯的说 如果我们单纯的觉得 我们每一个Base Learner都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Diversity高的话 说明我的Base Learner 就很多 最多就是Nivea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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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rinning做的是什么 Prinning是我觉得没有没有必要那么多 它是要降低那个东西的 是我希望我能够 我的这个Nivea 里面的这个Lunner 不要有那么多 就这个Nivea 不要有那么多 它其实是 你可以认为它是 我自己理解的 我觉得Prinning是降低了Diversity 对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我的Lunner 种的越多 但是我到最后的Error 可能是越大的 因为它不是说了吗 你的那个Diversity 你的Lunner越高的话 你的Lunner里面 会有不好扑的Lunner 对 Prinning它想要做的东西 我理解了 Prinning想要做的东西 它不是selection 就是我只selection 好的 我把不好的就去掉了 所以Diversity 肯定不是Prinning 一个衡量标准 然后你想说 Prinning用什么衡量 你就看它前面 你从你的那个Message 1开始 那我就是 是不是就这么说 Prinning就是应该 Prinning的目的是 是为了去remove那些 就是你来了 不但没有正面效果 反而带来负面效果的那些Lunner 把它remove 然后我用什么标准去 好像Error 然后你的这个下移 然后KL divergence 它就是一个统计量 距离 它就是一个距离 所以这个Message 2 就是用这个距离去做Prinning 然后3 卡帕Prinning 就是卡帕是一个统计量 3就是说我用这个统计量去做Prinning 4的话卡帕Error 就是说我把我的统计量升级了 我用这个升级的统计量去做的 去做Prinning的 所以说你用什么去Prinning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用Error 你也可以你自己去设计一个东西去Prinning 对可以是一个统计量 然后这是你基于一个Scalar的一个变量 或者是一个直去做 然后你再下一页 再下一页 这就是所有的Aldern based 后面是6到10也没讲 我也就不好讲了 你再下一页 就是你到下一张 Aldern下面是那个什么 Classe 3 Classe 3 Classe 3 比如它这个Message 1 Message 2 Message 3 它就是用Classe 3 去做Prinning 所以就我给它先去类 然后我挑出几类 那它挑的时候 它可以也用Error 也可以用KL Divergence 也可以你自己去设计同样去Prinning 但是它这个时候Prinning的话 它一次不是说挑了一个 它一次是挑了一批 因为它先给它拒败了 对 对 然后你再第三个 就是那个Optimization 对 Optimization这个地方 那第一个用这个 就是启发式算法 那它就直接用优化模型 它就直接能找到 哪一个是要留的 哪一个是要删的 然后第二个 这个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还有这个概率的 它就直接用这个过程 就是我用这种 这个 我把它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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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说 那就是现在 我们现在看了这么多方法 那有衡量的标准 有什么 有Error 有统计量 也可以用优化算法 也可以说我先去类 再用某一个统计量 这个是能够去设计的 但是它设计的理念 但是它不如你的理念 就是说我要删掉的就不好 我这么理解吧 还有就是你那个问题 你说有没有train之前的 pretrain这段 那就看你怎么去理解 竖这个东西 如果你想把竖 只是理解成一个 单纯的predictor的话 那你在train这个竖的话 你就认为这是一个training的过程 然后你怎么去 就是怎么去保留 竖的某一个分支 它是training之前的一个东西 就是train过程的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要把竖理解成 因为竖是有es节点 es节点上每个es节点上 是有一个model的 不管你的model多简单 它可以是一条路 也可以是一个模型 对吧 什么解释 你讲竖了 你不是刚刚问竖 就是你在看竖的时候 有一个类似的模式 我就看到过竖这个结构 如果你把竖这个结构 理解成一种 就是把这些based learner 按竖这个structure insamble的话 那其实不管再简单的一个竖 它也是一个insamble model 那么你的based learner是什么 就是你的竖的叶子节点的那种 它可以是一个rule 就是if or not 然后它也可以是一个classified 一个很简单的classified 比如一个非常基础的kn 或者是一个naive bias 就是你的叶子节点也是有model的 那个model其实是一个based 你把那个叶子节点的东西 理解成一个based learner的话 那么你这一棵树 tring出来这棵树 它自己本来就是一个insamble 如果它这个insamble structure 是一个树 然后你现在去想树的简直 那就是说 我怎么对我这个insamble structure 简直呢 其实你这个时候你的based learner 是tring过了 是tring过了 你现在是tring过了 所以你才会觉得它简直 就是当你把你的叶子节点的那个模型 理解成based learner 你把你的树也成一个insamble 那么树的pruning就是一个insamble pruning 是的 是的 那个对于树的话 对它是有一个 简直是 是post 就是树构建完以后 是有这么一个机制的 但是它还有一种是之前的一种机制 就是在训练之前的一种机制 设定好调整 设定好调整 就是设定好调整 上次你问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有个stopping的一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其实它就是跟预见之一关 预见之的时候 比如说我设定了一个叶子的样本数 比如说我设定了这么一个预指 就是我确定它是一个叶子节点的时候 但是我设定了一个叶子节点里面的样本数 就是说少于10个 那这样子的样本就是叶子节点 它存在的价值不大 那我就少于10个 我就不把它作为音乐节点 我把它的上一集副节点 作为叶子节点 那么它就会那么在构建树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根据预先设置的这个值 来进行控制 我是不是那个往下走 这个过程也叫pruning吗 对 这个过程在树里也叫pruning 叫pruning 它是一种prepruning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对影章说pruning的这个概念 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最开始那个based learner 你怎么选 对对对 我就说 我刚才就想说有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它这种思想的思想方式 这种方式 有没有这种pring和post的这种概念 early stopping 我觉得early stopping就有点像这个 就是它要下一个 它要找最好的那一个 但early stopping的话 它是 我想知道early stopping的话 如果你说的是那个h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五个 嗯 然后在第三个这个地方stop 那你那个h1 一直到h5 那个h3 h4 h5 也是train过的是吗 嗯 在这个 在bagging里面是train过的 但是edaboost里面好像 不是 就是这个 这个 它这个实验里面是 就是iterative来的 所以你不懂 你不懂 因为她就没有碰到那么细吗 没有 因为她这个文章里面就 做过几号 就六号 我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在看这个决策书的 嗯嗯 所以就突然写到了 我觉得觉得如果你是还没有设置啊 就直接在那里倒不了 但我看了这个行为 它不叫剪脂 因为它这个脂还没长出来 你怎么就把 就用个设置要剪呢 但是它就要 不 它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思想 你不是那个科字眼的那个 不能这么去理解 它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在构建处处当中 就是你先预先得出的一个结果 就相应我先做了一个计划 OK 我通过计算 我算出来 这个计划是可以执行的 至少那个纸上的那个 client已经有了 但是真的实际操作的时候是什么 哦你这个计划 你这个client当中的那个 那个我给你砍掉 不行 你说的实际 不能实际操作 你说的实际操作是training是吗 对training 就是在构建处的过程当中 对建处 嗯 然后你说那个想象中的 就是说我先 其实是先把这个树 想的是一个非常完整 非常 是的 就是漂亮的一个树 但是在实际training的时候 这个树没有办法做那么漂亮 对 它那一步它不会去真正执行 就不会把那个subtree 真正建出来 所以这个也叫简直 也叫简直 它只不过是 简了理想树的那个 对 只不过是我这个时候的简直是 是通过预先设置的一些值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执行的过程当中 根据预先设置的值 来决定我是不是简 不是 这个怎么说 就是你预先设置的这个条件 然后用这个条件的看来 它到底简不简 对 它到底分不分裂 简不简这个页 对 这就是刚才 就是你上次 上次讲那个时候 你第三个stopping 那个stopping的那个准则原则 第三个你不是当时问的 说怎么会出现一个 说它 说它的子集里面没有任何的样本 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情况 就说 就是我是要 开成几个子集的 但是它那个预检直的准则在那儿 我就不让你承证这个 这个子集里面是没有样本的 不忘了你忘了 所以它就会stopping 就这种情况 所以它也 其实它这种简直 就是一种 就是需要理解一下 就不是特别那个 就是跟我们现实实际上说 我这个树枝子必须长出来 我把它砍掉 所以就简直 对那个现实 好像不是特别的 因为我这个想说问题的 如果说你是在training过程中 我就可以觉得它做这种 我们就把它叫预检直吧 对预检直 预检直的话 其实你是需要大量的先验信息的 呃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冲 你是没有得到讨论的 所以你是需要我先假设这个领域 我要把它解决 对 所以就是你怎么去设置你这个线线信息 然后你这个线线信息和你后院信息得到以后 你之前你这个检直结果怎么改 我觉得还挺複杂的 对 先进去怎么获得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先试几个 先试几个 不是你可以 就是可以 比如说就是 假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混合过 就是说我先 我先人为的给做训练的概率 概率 就是最简单的 我最简单的概率就是说 我呃随机检 这是可以的吧 我随机检 然后然后我就随机检 检完了以后我就train 吃完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反馈了 对 得到反馈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再给它检直 或者我再给它调整 对 这个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简单的 我然后再长出来 有些没没没 就是已经涨 我觉得就需要检 我再把它剪掉 对吧 这是一次 是 然后你这过程可以反复 对 所以就是 所以他 比如说你先试都是随机的话 那么你是没有从先试信息里获得任意的信息的 因为你都是随机检嘛 但是假如说你的先试是一个趁过的 比如说你拿一个别人已经用过的 就别人说这样检比较好 那你就拿他检的那个 那个形式去设置这些概率 嗯 对 就是我相当于我用一个已知数的这个简直信息来帮助我做我这个trade pre-prueing 然后之后我再根据这个pre-prueing的结果再train这个train model 然后推完以后再去更新我这个 对 就我觉得是需要去设计 对 我觉得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还得看 嗯 这个样的数据里面 什么噪音 或者去实质多不多 然后都 反正依据的 依据的东西 呃 是多方面的 我觉得 嗯 就这个地方还 就这个地方是一个决定进度的关键吧 我觉得 是的 啊 是不是有点抽烟 哈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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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觉得 我就问他模型是怎么吹的 就是一开始 对不是 这个问题不是 你说就是 人就吹那么多 哦对 我当时问一个图 我们当时说到 train out的人 这个accuracy 或者train out的人 嗯 嗯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一个 一个那个 exemple里面 他based learner的 diversity越 越高 就是 这个模型 相当于是他的 适应能力更好 犯化更好 嗯 但是往往这种情况下 嗯 他的那个accuracy 就是 l rate反而会上去了 嗯 然后但是 如果我把那个 然后我把 如果我 整个exemple里面 所有的 based learner都是一样的 就是尽管 就是 error的上 error的下来了 但是 整个模型 如果你放到 另外一个数据机上 就犯化不好 不好意思啊 就是 嗯 就是在那个 就比如说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训练机 就我每次采样 我可能 我都把这个训练机采样了 然后建一个 建 建 based learner 不建十个 那这十个 based learner相当于是 差不多一样的 因为它 train set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 虽然说 它 它有 那个 它 我们就假设它 性能很好吧 就是accuracy 还可以 但是 你想想看 十个一模一样的 也不太好吧 为什么不太好 你不是说diversity 和accuracy 出的 这里的diversity 它其实diversity 也很小嘛 对 它diversity很小 但是 accuracy很高 对吗 嗯 也没有说很高 就是 我们假设它高 挺高的 对 对 那这样 那如果你 你换另外一种思路 就是 我们每一次采样 我们每次采样 只采一部分 就比如说 采50% 60%的样本 然后 也是训练十个模型 就是这十个样本 肯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 训练出来 这十个 就是被思论的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 就是 我们就假设 它 它那个 就是 怎么说呢 那你看 这两种模型 一个是diversity的 一个是 similarity的 你看两种 两种方式 哪种模型的 那个 范化好 肯定是diversity好的 那个 diversity大的 那你这问 art diversity 有什么关系 但是 这个比方是 为什么 就是 我感觉我理解 accuracy diversity的trade off 是 就想跟你确认一下 它是怎么的trade off 因为trade off 我理解的就是 辞销比涨 对吗 对啊 但是怎么 accuracy和diversity 是怎么辞销比涨的呢 就是 diversity高 accuracy是如何下降了吗 怎么下降 它应该是有一个 至少是有一个condition的吧 嗯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 agracy 在我理解 其实就是模型 能不能理解成一种 没有 它这儿的 它这儿的这个 error rate 是 因为它计算 它那个 卡帕 卡帕 这两 就是 它是两个 就是一对 based learner 在一起算的 然后它这个 error rate 是这两个 based learner的 error rate 就是 你说这个问题 真的是问题 我都 我都没有 直接考虑过 我只是看上 就是看文章上面 嗯 就是 它两个 两个 based learner 它的diversity 越高 哦不是 它的那个 它的相似度越高 然后 这两 就是这两个的 这两个模型 就是error rate 犯错的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情况 就会稍微好一点 但如果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模型 diversity 很高 那么两个based learner 它犯错的 这个 犯错的这个情况 就 更 更差一点 可以是这样 就是 哦 所以那个 那恒州的卡帕越高 它的diversity 越高 不不不 恒州的卡帕越高 就是说明 这两个模型 呃 比较 agree 哦是一样 感觉越低 卡帕越小 那两个模型 diversity 就高 是吗 然后那个 diversity 越高 然后 effority 越 就是 误差 其实越大 相似度越小 相似度越小 越大越大越大 误差 哦对对对 diversity越高 误差越大 对 就它那个横轴啊 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俩 不是 diversity越高 然后那个 误差 你可能 ever later 可能就上去了 误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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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为啥 我讲一下 你讲吗 ok 你看我们现在这样的假设 就是两个 我们要在一个样本上 然后我们要建两棵树 训练几张树 训练两棵树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两棵树训练出来 结果很像 对不对 嗯 它们像的话 而且呢 它们其实就都很高 又像又高 那么其中 如果说我们现在 训练出来两棵树 因为由于随机性 一棵树很像 那就一棵树很准 一棵树不准 那是不是diversity上去了 嗯 但它是不是accuracy就下来了 那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 我们假设在相同的数据上 都在对这个数据进行建模 都在建一个 我们都 目标都是想学一个特别准确的 这两个 你不要看这两个树 你把它想成独立的两棵树 这两个树 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特别好的 accuracy 对吧 那如果它们俩竟然动的是 因为像数据级训练级可能是一样 或者说 最起码就是说 它那个样本级的差异分布不大 嗯 所以说它们如果想要都取得好成绩 那它俩必须得很像 对 如果它俩不像 那它们必然肯定是有一个错例的 对 对 对 或者两 对 那么但是有个问题 对 那么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那如果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它俩很像 但是它俩都错了 嗯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其实是应该有的 嗯 但是这个图上我看不出来 或者说看的可能性比较小 你可以看 第一张图 你可以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 两个都很像 两个都错了 这个点 你看 哪个点 对 上等 右边 这个 下等 对 这个 能看出来 对 你这一个是那个圈是表示一个laner 然后是 对 圈是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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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 一个圈是一对laner 但是它直接就说 Accuracy 和Diversity 出掉 我是不是很大理解 它这个 缺到前提 我的理解就是说 两个都是在 相互相同的情况下 然后目标都是为了 而是 帮助学学 就是我会觉得 这里有一个疑问的点 是因为 就是 因为这个 pruning首先是在 example这个 概念上负责 我们 什么时候需要做 example 是我们觉得 singlelaner不够学 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们觉得 一个singlelaner 学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 学出来那个laner 是不管怎么样 可能它本身是很强 但是它在这个 对于这个问题来说 它仍然是一个 weak的flowlaner 对吧 所以说 就是 你diversity的话 就是 所以说就是 不管怎么样 这里边 假如你是两个laner example的话 在example这个问题里面 它们的假设 应该都是 这两个都是 weaklaner 所以它们不存在 就是有一个 非常准的这种情况 因为如果是 非常准的话 说明我用这一个很准的 我直接去train 就好了 但是在example里 不是很准 就是说目标是尽量学的准 也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 他假如说两个weaklaner 对不对 他可能最高的准确度 就是60% 嗯 但是他们俩都会尽量的去 我们60%靠 对啊 越靠近60% 他们就必然会越像 因为他们的训练节 是一样的 但是不影响 他是weaklaner 你看 你的意思就是 他俩都能学到60% 对吧 那么 weaklaner 主要含义是指 它的hypothesis 的space的表征能力 比较弱 不是说 如果存在这种trade off的话 那就相当于 我就没有必要去example 你其实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 做example的话 效果会更好 example了不好的 在那儿进来 但是这里都涉及到 cruing 或者就是 example的一个 本质的问题 就是为了防止过瓶盒 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 在训练数据上 训练的都特别好 嗯 然后diversity 特别低 嗯 这个accuracy 所以这里面 这个adver rate 这个accuracy 是testing 还是 meditation 是testing training error meditation error 和testing error 是三个不同的error 这是out of sample 不是in sample 对 是out of sample 对 但是 即使是out of sample 但是 如果training set 和testing set 有稍微一点点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其实 你的high diversity 就是low diversity 也是致命的 稍微就是diversity 很低 对不对 那它的这个容错率 就很小 但是它这里不是validation 所以现在我们 validation肯定是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只考虑到validation 对 然后我们就是基于 现在testing什么样 我们都不管它 现在能理到testing 所以就是 这个training的model 在validation级上存在 这个accuracy 和diversity 那么它的前提 必然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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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这个training 的存在 它必须是有一个限制条件 才可以的 要不然 这个tradeoff是没有意义 对 它的tradeoff其实是指的是 通过validation 我想知道 那个条件到底是 我不太理解 我是不是理解你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 就是说 它这里头有一个隐藏的条件 就是还有个test data 它的tradeoff 是说 就是说 我在测试validation的时候 验证级的时候 我的diversity越低 准确度越高 但是不一定能够保证 我在test data上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它的准确度就会高 因为 等一下 你让我记一下 你再说一遍 tradeoff的前提是啥 tradeoff的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你的问题 就是说 你这么假设 就是说 在validation的时候 它确实是 因为毕竟还是validation 那么 它的diversity越低 准确度越高 这是make sense的 但是 如果我们diversity很低 对不对 那么test data 稍微有一些偏差 或者有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的test error 就会特别差 因为diversity很低 所有的valid器 给的结果都一样 所以说 我还没说完 你还没说完 你还没说完 对我还没说完 然后就是说 我们再反过来看 如果说 我们刻意的把diversity 往上加 对不对 那么我们加很大的diversity 但是它的validation的error 又很低 那么validation的error很低 等一下 validation的error 就是acquity很高 对 acquity很高 就是validation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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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在validation的时候 我们让ensemble尽量的diverse 样本尽量普杂化 但大家都不一样 那这样的error 势必会下降 在validation上的error 肯定会变得很差 在validation级上会很不好 acquity很低 error很高 对 error很高 error很高 就是准确度很低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的结果就是说 它放到测试数据级上了 假如说测试数据级上 跟真实的数据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它的error也会很高 对吧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就需要balance 我既不能太diverse 我既不能diverse太低 然后validation error也不能太高 那我想问一下 所以pruning这个过程 一定是在validation上才能pruning 还是在train的同时pruning 我认为validation其实是training的一种 我认为validation其实是training的一种 training的一部分 cross-validation里头是不是training的一部分 但是你拿一次cross-validation 假如就是unfold cross-validation 那你一次的时候 你也是把这个数据分成了train和validation 就是unstep 然后你train完再validation了 所以你其实validation的那部分 在这一次的 在这一次的这个 就是training validation这个过程中 就是那一部分的validation 是没有用来train的 所以你是用那一部分的validation 机来做pruning 就在这一次的时候 你是在那个validation机上做pruning 所以我还是说 就是我即使是unfold的 cross-validation 我也是train的时候就做了pruning 因为如果按照boosting 如果按照boosting 我觉得如果是adaboost 它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要有weight rf rf是train出来的 然后pruning也是要得到那个weight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你就一定是train和pruning 就是pruning一定是在training里的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话 你是pruning一定是在validation上的 这就矛盾了对我来说 adaboosting是这样的 adaboosting是每次的时候 它用80%做新模型 20%作为adaboosting 然后这个时候 它才能知道每次的alpha要怎么选 就是我先train train完了以后 那你就说adaboosting 它是在train的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模型的 我一定是train加validation 才能得到adaboosting 得到一个模型 对一个模型 还是说我train的时候 我就现在能得到一个alpha 但是我在validation的时候 那alpha会调整 到底是怎么样 train的时候不会得到alpha 然后你在validation的时候 你得到一个error rate 然后那个error rate 然后来更新alpha 就作为下一个机器学习的耳 嗯 就作为下一个 adaboosting 非自然人的耳 不是 是当前个吧 当前个吧 不是 是下个 对 这个有明确讲的是 就是在什么时候做的 什么时候做的 有明确 有明确 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最前面不是写的一个是aftertrain 嗯 是aftertrain 你看就是 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方法里面 他就写的很清楚 就是他把trainset 给他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train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是pronyset 对就是把trainset 然后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train 然后第二个部分 是prony写的 然后把train出来的模型 在pronyset上做验证 然后根据这个结果 然后来判断 这个 我们实际上 还是在train的过程当中呢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对吧 但是他也 他也有一个 就是他有验证的过程的 那我现在再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所有的prony 一定是要在 把那个trainset 分成train 和validation 才可以做 就是他这数据 你一定要分 把数据分成train 然后就是 把你 也不一定的 一定要分割开 才可以做 嗯 也不一定 我觉得 我觉得也不一定 是这样的 你可以全都 你可以全都train好了 然后train好了 就是你每次 就比如说那个kl-divergence 就不是这样的 就如果我想 你呢 就这个决策处理 嗯 它是很明确的 就预检枝 肯定是你在训练这个 嗯 对 在训练这个数之前 就要把相应的一些参数 或者说你把它叫预置 就必须得先做好 如果说采用了 后检枝的话 一定是在这个数 已经训练完之后 但是很明确的讲了 那个过程 因为 嗯 如果你没有训练好 没有训练完一处处 比如说后检枝 没有训练完一处处 它是做不了 那个后检枝 所以 但是这里面就不知道 就是这个到底是 对 我就得跟两个人家确认 这个地方 我太 嗯 太懂 它是有两种 还是就是 就是它是都可以 还是说 必须是某一个 因为可能 我觉得不应该是都可以 一定是一个很明确的 在一个什么地方解锁之后 因为 因为 别人有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吗 说一下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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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有通常去问 就不上了吗 哈喽 我再听 我再听 哎呀太好了 就是你们谁对这个 就是说你一定要基于validation 不我觉得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就是他其实应该是每个方法都不太一样 就是你看 你看一下十一页 对的 对的 他只有 其实只有这个卡帕 error的方法 他又提到了一个accuracy和diversite tradeoff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你再看一下 下一页 然后你看这个十二页 他明确的提出了这个training dataset分成一个是subtraining set和一个proven set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上页 上页就是那个方法 他提出的这个accuracy其实就是一个训练的 在训练你训练的accuracy 他这个他想增大diversite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过磷盒 对对对对 是这样 但是像那个在那个kl打个车的时候 你先讲你先讲你先讲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每个方法 他的就是具体在什么地方进行简直 实际上是根据方法不同而不同的 所以张宾呢我问一下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accuracy和diversite tradeoff的这个tradeoff 只是在这个master4里有还是说都有啊 对只有在master4里有 而且他这个就是在一个 我觉得他就是在一个训练级上的那个accuracy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个就是那个技术学系的模型 他最终你最终还是要提高他的accuracy的对吧 嗯 那就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一个tradeoff 那么你说如果真的拿在就是实际上 或者说在那个验证级上 我们想增大他的diversite 结果去把他的精准精确度给降下来了 嗯 那岂不就是就是那个南辕北辙对吧 嗯 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应该是在这里面的个例 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那普遍的规律那就麻烦了 那应该是他就是这个方法 文童你讲一讲 然后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第九页那个 KL的那个方法 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呃 他不是就像于是对每个那个classifier都做了一个根据他的那个呃 呃diversite然后进行了一个排序嘛 对吧 嗯 我想知道就是他排完序之后是怎么选出来哪一个h的呢 嗯 就是把所有classifier就成对的classifier他的距离加起来 然后保证他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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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但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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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那个compute就是有计算cost 所以他在adahost里面就用了一个贪心的算法 他就每迭代一次 然后找一次 嗯 最大的之和 因为这里有一个sigma 我现在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表达表达不是很好 那之和那肯定是所有的加起来 这个是最大的样子 对就比如说你第一个跟第二个成对跟第三个第四个成对 然后这两个就是divergence最大 然后加起来 我就是我在这我我我我我我只能理解的是这个这个这个样子这个意思 嗯 就 我的问题其实和刚才那个 嗯 有点像 就是他难道不应该是所有的加起来达会算是最大的吗 肯定的 所以 你只是找两两找是吧 两两找然后加起来 因为他不是说他那种s u of m 那 u 的长度是不是定的呀 他没有定u到底是多少 但是他确定他要找m个 你这里如果说没有 他要找什么 就是这个u其实相当于是我给你一堆一杯子的脑 但是我要找m个 对啊他这个m不是 所以所以你这里如果说没有order的话 你刚刚说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那肯定是所有的加起来 不是不是不是 他就是要找一个子 他已经确定了要找一个子 那个m的数量应该是定的吗 定的 定的 对 就比如说他一共有100个 你就把那个m定了20个 他一定要从100个里面挑出来20个 这里面有m 这不是吗 fine the set u of m fine the set u of m fine the set u of m 对这 等一下 就这公式上面那句话 fine the set u of m 哦中间看到了看到了 of m 然后那个m就是 就相当于他找就是那个排列组合 那就有意义了 所以m的这个排列组合里面 哪个组合最少 明白 张斌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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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直接找m这个计算量很大 所以他就是那种配对人往里采 这个m怎么定的呀 m是他就是手定的 m就是你 就是他其实就这样设一个变量 也不是变 就是我设一个数 就是我要多少个 然后我用f来表示这个数 只是一个 就是选选选选的一个 对 他就用数学的方式来表示我要选多少个 比如说我要选n个 那个跟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 也依赖于先一个吗 这个倒没有 这个没有 那否则这个m怎么定 我觉得他是依赖的 难道我就是啊 就是 不不不不 就是具体看你要选多少个 那你选多少个吗 对 你人定的吗 人定的 不同的数位集他选的不一样 嗯 OK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那个第二类的 第二类的方法 不是基于那个 那个什么 巨类嘛 哦 然后我想知道巨类的完了之后 然后怎么做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也很好 你这一页之后有讲就是一个例子吗 这一页之后没有 因为我没有就是很仔细的看 如果重点就是看前面那五个方法 巨类之后 我们就是要这么 因为假如你 假如你巨了K的类 或者你巨了K的类 你选哪一个类呢 你用什么标准来选这个类呢 我都敢 我觉得 我觉得 肯定不是选某一类 我觉得肯定不应该选某一类 我觉得他应该是 我看了一页之后 我看了一页之后 就是他那三个 就是那个 他不是先分成了三个吗 第二个那个解释就是说 他选某 对 然后第二步 就是第一步是先巨类嘛 然后第二步是 就是 就是 prototype individual learners are selected from the clusters 然后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他是这样说 就是 就是 你选 你 你 你 这个类 这个类之后 这个类之后 然后从这些类里面分别选 classify 就具有代表性的 他用了一个那个单词 就是prototype 圆形模范是吧 嗯 我觉得他 那他 我是选一类呢 还是我从美类里边挑 我觉得他应该是从美类里面挑 就没有说固定的选一类 OK 好的 谢谢 没有 我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就 我觉得他这个 之所以从美类挑 实际上他就是为了保证一个 direct的最大化 嗯 嗯 你 你 你 继成一类之后 其实那一类里面的 呃 那个什么 每个 呃 based learner 其实应该是很相像的 哦 很相像的话 感觉就是只需要取一个代表出来就好 OK 好 我怎么理解的 我 嗯 这个 这个 解释 非常 对 我好了 还有别人有问题吗 我好恐怖 我的确是不理想你请教 我只是重点看这几个 主要是 我 就有的方法 我记得有的时候 我自己先就是其实还是没有看的 就我自己先我看了 但是我讲不出来 我觉得record是不可以 你们还有谁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record可以停止了 好